今天有我,我是韓鴻,你們好 今天的一期一會呢,繼續有韓鴻老師在這裡,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好 剛才我們聽過了你很多 以前可能小時候,你排隊買Cassette帶 的年代有小故事,說到以前你的偶像,如何影響到你今天有多愛唱歌 說到這次你這張新專輯,裡面有一首主打歌,我們經常在電台中聽到的 叫《一個人》,這首歌我自己很喜歡,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 因為我自己一來很喜歡你的聲音,會聽到的時候,心很酸的感覺 非常感謝,我真的沒想到《一個人》這首歌能讓大家喜歡 我來香港兩天了,每天都在做通告,所有的朋友都說我喜歡《一個人》,我很開心 我聽起來的時候,會有一種無助,有一種傷感 好像是愛莫能助的,有時候是愛莫能助的,你見到一個朋友 他為了他的情傷,可能他失戀了,然後在喝酒,把酒當歌的時候 又沒有人幫到他,過一種空虛的無助 這首歌真的是把酒唱歌,這樣寫下來,因為是我一個人 我記得那天中午,我給自己做了幾個菜 我自己給自己做了幾個菜,燒了幾個菜,然後自己喝白酒 一直在喝,喝到自己流眼淚,就是覺得,其實在別人看來,我是一個非常鋒芒閉露的一個,當紅的一個,天后級的一姐 可是有誰知道,其實我看起來很富有,其實我卻是一個,好像是個流浪者,就是,好像是一個註定要流浪的人一樣 這就是我的感覺,其實每個人的一個人,都是由兩個人構成 這兩個人就是自己的A面和B面,對 A面可能就是面對社會的公眾這一面,B面可能就是自己在家裡的一面 所以這首歌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都可以聽了,都會有感受 這一種感覺,就好像剛才韓洪老師所說的,Cassette帶一樣 都會有A面,有B面,但其實都是同一盒帶來的 只不過可能你翻開A面去播和B面去播的時候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內容,兩種完全不同的感覺出到來 剛才我們說過,一個人這樣算 一個人有些人是會怕的,因為寂寞 只摸的感覺,他不喜歡 但是也有些人是會喜歡,去享受一個人 覺得很自在,自由自在 你自己認為呢?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人,很多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相反,看似好像很快樂 其實我更享受一個人的時候 你沒發現嗎?其實我們現在的Party聚會 每個人都低著頭在看自己的手機 對,沒有時間交流 所以說現在的世界就是一個人的世界 所以反而可能一個人會靜下來 跟自己內心的溝通 可能就是內心的溝通 是的 其實你去到現在,我彈位置 剛才你也說到是一個天后級 華人的地方都會認識到你的聲音的時候 你經常說無敵就是最寂寞的了 現在今天的你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 沒有敵的了 韓紅老師已經是所向披霉 贏了很多不同的榮譽成就 現在的你會不會寂寞呢? 反而 其實不是,其實 不是沒有敵人 沒有對手 不是這樣 而是我現在發生變化了 我覺得宗教對我的影響很大 宗教 對,宗教 所以我已經不去把誰當對手 把誰當敵人 即便是我在參加第三季我是歌手 然後雖然我得了歌王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 我都從來沒有把他們當敵人 對 那年輕的踢館歌手 還包括我們被淘汰下去的人 其實都是我一直護著他們 我一直護著他們 對 其實很多傳媒的聲音 有時候都會在想 好像韓紅老師之力這麼深厚 為什麼還要去參加一些歌唱比賽來肯定呢? 因為你的成就 你的實力 其實一早大家已經認可了 你會怎樣看現在很多歌手 會參與一些不同的比賽 去給觀眾看呢? 你會待會去看 和歌手去參加不同的比賽 我也想了很久這個問題 最後能去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想讓大家看到我有不同的不同的多變的音樂 我想去享受這個舞台 所以才會去 對 對 一個享受的過程 過程 過程當中 享受這個過程 對 對 亦都是希望給到不同類型的音樂 透過每一集不同的節目 給到觀眾朋友去看到 今天要去當歌手 和你可能出道的時候要當歌手 分別大不大? 不大 對 我覺得不大 最初當歌手也是這樣 主要是愛唱歌 愛音樂 那今天我比過去賺多了錢 然後比過去有名氣 但是我很感恩菩薩 就是我初心沒有變 初出道時期的你 和現在你說心境上變化不大 你覺得最一脈相承的會是哪一個點子? 就是我認真做音樂 然後老老實實做人 好好活著 由始至終都是這個心態 去面對很多不同的難關 挑戰 老老實實做人 認真去做好每一個音樂 又或者這樣問一下韓雄老師 現在的你還有什麼目標是很想你達到的? 我會在音樂裡面有新的嘗試 就像現在我來做電台節目 然後來做宣傳一樣 不管我在內地是怎麼樣一個人物 但是在香港我都把自己當成一個新的歌手 然後希望香港和台灣的朋友能夠了解我的音樂 了解我的為人 那下一張我會把自己顛覆更厲害一些 其實這一張已經有顛覆 就不太像從前 但只是個過度 最顛覆的會是下一張 下一張會是一張Hip Hop的傳記 Hip Hop的傳記 哇,這一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啊 也都幾意想不到的樂迷 當然意想不到 對 其實去到今時今日 韓雄老師 你的經驗 你的成就 要再保持一個做新人的心態 真的很困難 你怎麼會調整到自己的心態呢? 嗯,我真的是覺得自己在香港是個新人 對 我跟他們開玩笑 今天我要去參加一個頒獎禮 然後我跟他們講 你就把新人獎給我好了 哈哈哈哈 對 有你來競爭的話 我們香港的新人 你應該每個人都走在一旁 好害怕 他們說 給我一個機會吧 韓雄老師 哈哈哈哈 一個很謙虛的心態 對了,來到我們香港這裡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多點見到你的演出 也都期待著 一邊聽著你這張傳記 謝謝 也都期待著 Hip Hop的韓雄老師是怎樣的 哈哈哈哈 期待著 我也期待了 好啊 我希望下次再也給我同你見面 是的,在音樂裡有很多的變化 我覺得是最有意思的 好的 我們期待著 當然,明年再見囉 謝謝你 拜拜